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北京后呢,又见证了亲人的被迫害,这一切呢,让张志欣陷入了深深的困惑。 是啊,就是因为这些呢,张志欣开始思索了,他发现这些社会现象的背后,其实是来源于中共高层的残酷的内斗。 从那时候起呢,他就开始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。 到了1968年的一个星期间,他和丈夫曾珍到同事家里面去借江青的讲话资料。 聊天当中呢,他们谈到眼下的局面时,张志欣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这次随意毫无戒备的谈话,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,荣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著名反毛女士张志欣的故事。 他都说了些什么呢? 事情是这样子的,张志欣当时呢,在辽宁省宣传部文艺部工作,他的单位有个宣传副部长叫安波,当时呢正在受批判。 张志欣就不明白,安波49年前就已经创作了那么多的红色歌曲,应该算对共产党很忠心的呀,怎么还能受到批判呢? 是啊。 另外呢,听说有一个韬粪工人叫西传祥的,因为被说成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僧,被整得家破人亡,张志欣实在是想不通这些事情,就在同事家里面跟他说起的这些事。 那他这个同事是什么态度呢? 那时候辽宁省委已经分成了两派了,张志欣的这位同事呢,不同意张志欣的想法,于是呢就想拉他站到自己这边来。 没想到啊,张志欣给他的回答是,他考虑的不是这派那派的问题,是中国当前的路线问题。 原来他们两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啊,那后来呢? 接着呀,张志欣又说,江青我不了解,现在被打倒的那么多干部,难道都是坏人吗? 那样的话,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呢?张志欣没想到,他这些口无遮拦的心理话,被这个同事整理成一份告密信,立刻交给了上面。 他这位同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他向张志欣的丈夫这样解释,他说,当时他的丈夫是一个医院的院长,正在被整得死去活来的。 所以呀,一听到张志欣讲了这么多对当权者,江青,毛泽东的不满,他非常害怕,他自己也被连累,被整。 出于保护自己呢,他就把张志欣说的话记下来了,马上向对立派打了张志欣的小报告。 他以为这样做可以减轻对他们的迫害呢? 是啊,没过多久,张志欣和辽宁省五大机关的三万多名干部一起,都被送进了盘警五期干校。 这里呢,集中关押的都是中共党政机关干部,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。 张志欣预感到自己要挨整了,他觉得这次离家不会是一次短战的分别,于是呢,他提议一家人合影留念。 随后呢,张志欣就带着全家福上路了。 他们把这么多的人关到五期干校里干什么呢? 就是被洗脑啊,详醒改变思想啊。 有一次,干校组织张志欣和他们的宣传部的同事们一起学习,然后呢,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,还要每个人说出自己真实的观点。 张志欣就想了,既然是党要听真实想法,那应该表达真实的观点。 于是张志欣就说,我认为文化大革命阻了。 刘少奇不是叛徒,内奸、公贼。 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、将军、老干部都是革命工程。 听了他的这番话,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还这样说啊,那后来呢? 会后没多久,张志欣就被登上简报批判了。 张志欣不服气,继续大胆的说话。 有些心仰好的同事呢,就私下劝他,打点承认错误吧,写写检查。 向主族上报可以说张志欣已经在大家的帮助下有改过的表现,以便从轻发落。 是啊,那张志欣写了吗? 张志欣不想违心这么做,他坚决不写检查。 就这样呢,张志欣开始不断的被批斗。 谁也没有想到,不管怎么批斗,张志欣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。 每次都直言不讳,否定文革。 还对文革路线和中共当局提出狠系统的批评。 这之后啊,干校把张志欣揪出来,成立了专案组,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特别提审他。 那专案组的高压政策能改变张志欣吗? 没有啊,1969年初,张志欣的丈夫曾曾被带到武器干校参加批斗大会。 他没想到的是,批斗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张志欣。 在批斗会上,张志欣第一次细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 他怎么说? 张志欣说,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? 江青有问题,为什么不可以接? 中央文革可以接吗? 他还说,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,现在剩下几个样板戏,唱唱语录歌,这样搞下去, 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? 他对林彪提出,什么一句顶一万句,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,这样下去不堪设想。 这不是数毛主席的微信,是数林彪自己的微信,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。 这些问题都好尖锐啊。 是啊,张志欣说,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。 他认为,中共建政以后,毛泽东犯了错误,最主要的错误是1958年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民公社,这就是所谓的三面红旗。 嗯,张志欣认为,毛泽东借文化大革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不是突然来的,从1958年就开始了,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是登峰造极。 他居然说这些都是模范的错误啊。 是啊,张志欣还提出了,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发展,从党内扩大不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领域。 他认为,这次路线斗争借助群众斗争形式,群众专政的方式,实行了大规模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,造成了严重的恶果。 张志欣把毛看得好透啊。 就是啊,他直言,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,热多了,科学态度相对的弱了,谦虚少了,民主作风弱了。 消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,具体的说呢,我认为林彪是这段历史时期,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,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,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,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。 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,这种局面呢,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。 张志欣敢这么说啊? 是啊,他甚至还为被打倒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、彭德怀表达自己的观点。 他是怎么做的呢? 他写了一篇,名为《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》的文章。 他为刘少奇辩护,说,对刘少奇的问题决议,我是有疑问,有保留,是不幸福的。 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起来,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。 他替彭德怀说话,上述言士是党内的纪律允许的,不应定为反党问题,应该贫乏。 他在批斗会上这样说啊,那现场的人有什么反应吗? 张志欣的丈夫听了妻子的观点以后,表现得非常的惊恐。 在场的参加批斗会的人更是表现出了愤怒,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急于表达自己跟得上心事。 反正坐在底下的人一起高呼,打打缓革命分子张志欣。 那张志欣停止了吗? 面对这些口号,张志欣就回应,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。 让我投降,办不到,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,理直气壮,不能奴言悲惜,低三下四。 我不想奴役别人,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,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。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,都要坚持正义,坚持真理,大公无私,光明磊落。 他好像是在为党着想哎。 是啊,他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还是很忠心的呀。 他认为按照中共组织原则,向党组织提出看法是没有错的。 他就是相信共产党才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 他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了党,一点也不隐晦。 但是呢,你想,当时他这些思想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呀。 是啊。 你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,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,他替彭德怀刘少奇说话,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,这可都是要杀头的呀。 是啊,他这么做就不怕变脑袋吗? 张志欣就像他丈夫曾经说的那样,他那个人,只要确认了一件事,是不会改变的。 其实呢,早在49年那会儿,张志欣才19岁,他眼见同学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,他却冷冷地抛下了一句话,你们太盲目了。 由此呢,我们就可以看出,张志欣从19岁那会儿,就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了。 他不知道这样做会是什么后果吗? 他当然知道了,但是目睹国家、社会各个领域,人人疯狂斗争,整个国家濒临崩溃。 张志欣觉得自己已经无法保持沉默了。 为了坚持正义,张志欣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呀。 张志欣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。 在文化大革命疯狂的年代里,她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? 亲爱的听众朋友,请您继续关注《人物百家》,著名反毛女士张志欣的故事。 听众朋友,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期节目,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张志欣的故事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,请您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面留言。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。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